大家好 欢迎继续观看利用SARS编写高质量CSS系列课程 这节课呢我们开始进入我们的项目实战部分 在这节课开始之前 我们还是先看一下上节课的一个 课后的一个任务 是什么呢 就是说 使用这个自定义的一个方形和这个意气呢 来实现这个三格布局 其实简单的说 这个三格布局呢 其实根本是达到这样一个效果的 也就是想输出这样一个Core1 这样一个Core2 这样的Wides 就说根据我们指定的这样一个列的一个数量 来输出我们每一个列的一个宽度 那这个宽度呢 是根据我们的一个列的一个数量来计算 计算出来的 那么这个呢 就这样一个任务 那么具体应该怎么用代码来实现呢 好我们来看一下 好我们来先打开我们的这个 SubLam 好进入我们的Unity10 好我们进这儿 那这让我们就新建一个来看吧 Name3 来看一下应该如何来编写 首先呢我们要满足要求 就是说要有一个方形 这个方形呢叫 Build Layout 好 当然我们的 Name 加上去 这个地方呢 由于我们这个方形呢 它是不能够直接生成我们这样一个 一组这样一个 Core的 这样一组 Fore圈的样式的 那如果直接用Fore来生成怎么办呢 是做不到的 那这个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用它来 生成一个Mamp 这个Mamp呢 也就是用来 提供这样一个 K和Value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类名 和这样一个具体的一个 Wides的一个值 然后呢 利用我们的Mission 来生成我们的 这样一个结果 好 这呢 由于我们不能声明这样一个空的Mamp 所以说我们给它一个 默认值 为了要计算 换计算我们这个每一个 Core的这样一个Wides的话 我们来进行引入一个 变量Rate来计算 怎么来算呢 就是说通过我们的 1 除以我们的这个Lum 就能够将它均分 然后为了转向成百分比的话 我们还需要用一个 这样的一个函数 好 接着呢 我们要干什么呢 我们可以利用Fore来 来 生成我们的这样一个 Mamp的一些KOValue 我们要从1开始 然后到5 这个时候呢 我们是要包含5 所以说呢 我们就要用Fore 不是用To 好 接下来我们要 定义一个 定义一个什么呢 临时的 这样一个Mamp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把这个K 给指定好 这个K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 className 然后它的值呢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 Rate 乘以我们的这样一个 编号 好 好 这个时候怎么把这个TempMamp 然后写入到我们这个Mamp里面去呢 我们就需要利用MampMerge 好 我们把Mamp和这个TempMamp 合并在一起 这样子的话 就写入到我们这个新的Mamp里面去了 那当然最后的话 我们还需要利用Mamp remove 把我们一开始定义的这样一个多余的一个K 给吃掉 那这个时候 利用Return的话 我们就能够看到我们的一个Mamp了 好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简单来测试一下它的一个值是什么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Debug 然后呢 Build layout 注意呢 这儿因为有默认值 所以我们可以不传 如果没有默认值 那我们这个参数是必须要传的 为了看效果 我们还是把 Watch开上 好看一下 这儿有一个错 是哪一行 第四行 这里应该是Lam 我们看一下哪个地方有错误 行 我们看一下 请查一下 是没有写 这儿是from而不是from 这里一定要小心 好 我们看这边有没有输出我们的一个值 注意看 debug core1 core2 core3 core4都有了 好 那这样子的话就证明我们这个行 这个方形呢 是成功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需要实现一个什么呢 mission 当然我们可以用同样的一个名字 同样的一个规则 给它设置一个默认值 这样我们可以避免输入 当然这里的话这个mamp的话 我们就可以使用我们上面的这样一个结果出来了 当然参数我们得一起带过去 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可以使用each 好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的each和方形都用到了 那这样就满足我们的一个提议了 好 当然 可以 我们的vide和这个value是需要相等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使用mixing就要用include来使用了 好 看一下有没有生成k 哦 注意看这个地方k写错了 应该是这种 括1括2 2446080100 那我们随便改一个参数 看有没有效 比如10 好看一下 这样子的话就达到了这样一个目的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上节课的一个内容 好 接下来我们接着来看我们本节课的一个主要内容 有哪一个呢 第一个呢是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个实现的一个目标 第二个呢是我们的基础的一个项目结构 第三个呢就是客户任务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项目标 项目标是什么呢 肯定是实现了这个SaaS这样一个官网 那么主要实现哪些内容呢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主页 第二个呢是我们这个Install这样一个页面 第三个呢是这个Basics这样一个页面 然后呢是我们这样一个文档 ThemeSaaS和Lab 也就是我们这一堆的一个菜单 除了这个Blog之外呢 其他都要实现 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要实现的一个内容 我们接着看 SaaS呢它作为一个这个CSS框架的话 它在一个web项目里面呢 它并不是所有的 并不是所有的一个部分 所以它 所以我们要创建项目的时候 我们首先呢 要把它当成一个web项目来创建 然后呢才是我们这样一个SaaS项目 好所以我们来简单的创建一下 这个呢跟目录我们已经创好了 创建好了叫SaaS Official Website 就是说SaaS官网 那这个时候我们如何来创建一个前端的一个项目呢 首先肯定是控制台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使用load load里面的一个叫npm init 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能够创建我们的一个前端的一个项目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名字 注意看 这里的名字呢 它不支持这个大写 所以呢我们要全部给它改成小写 才能够通过 好 如果你觉得不好看的话 我们可以用很中和线分割 好版本随便设计一个 两速 好 当然这个入口点的话我们这肯定是一个HTML 这些我们都不管 这些我们都不管 好 这个随便写一个 好输入yes 这样子的话我们的一个项目文件就创建好了 有什么用呢 我后面再给大家解释一下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创建我们的这样一个 Compass项目 这样呢我们要带上这样一个bill 这样一个参数 什么意思呢 带上这个参数之后 我们创建了这个项目呢就比较纯净 看一下这里面没有多余的一些内容了 而且也没有我们的style sheets这样一个目录了 那这个这样的话就比较 就不没有 不必要的一些东西 因为我们一般用不到那里面的默认的这两个 几个SaaS文件 好 所以呢 这个呢就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 项目创建 主要分为两个步骤 一个呢是我们的一个web项目的一个创建 第二个呢是SaaS的一个创建 好 接着呢我们来看 项目结构 这里的项目结构呢 主要是指SaaS这一块的一个项目结构 其他方面的一个结构呢 我们这儿就不说了 SaaS的一个项目结构主要分为哪些部分呢 从我们这个项目来 这个SaaS官网来看的话 可以把它分为什么呢 bill 这个base 然后呢 Happers Layout Pages SaaS这几个东西 这几个点 这个base呢主要是干嘛的呢 主要是放我们最基本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我们的一些 初始化的一些就是reset重置啊重设的这些样式 然后这个是组件 组件呢就是说我们要放一些button啊 然后一些dropdown这些事的 但是在这个项目里面的这个目录应该是用不到的 第三个呢是hypers hypers有哪些东西呢 主要是变量方形和这个mission这些东西 然后layout呢 主要是我们这个header和footer 这几个可以切 是可以动态切换的 所以这里呢 可以让它在这里独立出来 然后呢是page 为什么有一个page呢 我们看一下 在这个这样一个sus里面的话 网站里面的话我们有很多的这样一个页面 那么这几个页面呢 就需要有可能需要不同的这样一个样式去控制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每个页面独立的样式放在这个page里面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能够很轻易的把它做做这样一个拆分 然后最后的话有一个man.csman.sus 它呢主要是干嘛呢 主要是引入我们这一堆的所需要的一些文件的 好 整个呢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目录结构 我们先创建一下 base hypers 好 对于组件这一块的话 我们就先不创建 layout pages sims 之后呢是我们这样一个主要的一个文件 man.scss 好 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一个比较标准的这样一个项目结构了 好 我们来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coho的一个任务 第一个呢是 客户任务只有一个也就是我们搭建sus官网的这样一个项目环境 这里呢我们再来简单回顾一下 它在环境呢是有两个步骤一个呢是web项目的一个环境的一个搭建 那这个时候呢主要是创建一个项目文件出来 第二个呢主要是我们sus的一个一个工程的一个创建 这里呢是利用了compass create来创建的 那这儿呢需要注意这个bill这个参数的一个含义 好 那么这几个的内容呢我们就先到这儿 我们下节课继续